這個銅線編織的方式 也是我阿嬤教我的 不過兩個還是有 不太一樣的地方吧 對 很不一樣 它用的是很細的線 或者像毛線這樣 很柔軟的東西 但是我用的是銅線 銅線一般給人是比較鋼冷 然後比較冰冷的感覺 但是我把它們編織成 很柔軟的形體 就是書法就是散發懷抱 就是你今天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今天心情如何 你就把它寫出來 是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真正書法要表現出來的 那不過因為 我不太覺得現在的書法 可能大家很多都慢慢走 像我們在練字帖 在寫傳統的東西 可能已經忘記它原本 其實是要寫新這件事情 好 有